再来关心卫生署前署长赖敬祥 因为涉嫌护航中校医院提高健保给付涉嫌图利 今天被检调约谈 现在已经调任行政院顾问的赖敬祥 2008年担任卫生署主任秘书时 没有利益回避 在妻子任职的中校医院申请健保给付会议时 她除了列席之外 还涉嫌更改会议记录 让医院能够提高健保给付 检调另外传唤了赖敬祥当时的长官 前署长侯胜茂等人来厘清案情